海贤法司光碟里头提到一桩思绪 有一天老法司烧香 烧了十二支香 一个香炉里头 插着长香 插了十二支 啊 有人问他 平常烧香只烧一支 为什么今天烧这么多 他说天机不够泄露 问他的人是 我不泄露 你就告诉我一个人 我不泄露 过来一会儿老人说了 我看到四面八方 统统都是阿弥陀佛 所以少这么多香 为什么老和尚看到 四面八方都沙弥陀佛 老和尚念佛的功夫 准了 没有咋念了 才看到一切法全是阿弥陀佛 那我们今天看一切法 一切法 妖魔鬼怪 无量无边的 为什么 我们心里头自私自利 坦诚之马 都是从念头 变现出来的 啊 念头 有极其威胁的念头 那叫根本无面 我们不知道 那个念头 能生万法 啊 那我们的 善悟邪正的念头 可以把 自信所献的这万物 把它改变 改变什么呢 改变成四法界 啊 要知道十八界是假的 决定没有 啊 六道轮回不是人 是我们念头 变现出来的 啊 善念 变三善道 悟念 变三窝道 三善道 三窝道 都是自作自受啊 与任何人都不相干了 那别人都 让我生气 让我发脾气 我躲地狱去了 他害我了 不是 他来引诱你 他问你 你为什么接受我呢 你可以不接受我 像佛菩萨一样啊 佛菩萨不接受 啊 佛菩萨看到 要引起自己烦恼 他一个 依据 对付他 就发现 凡所有相 且是虚妄 不接受 啊 假的 善的境界 不接受 不造三善道的业 我的事情 不接受 不造我道的业 善我通通不造啊 他就出了六道轮回 啊 人进的分别都不造 他就出力十发节了 回到一阵法节 驻法之本源是一阵法节 那我们今天 是从一阵法节 用我们善悟的念头 变现出 现前的境界 啊 或者还继续变现 来生的境界 后世的境界 三途六道 啊 善悟念头没有了 六道轮回没有了 远禁念头没有了 受法节也没有了 牢牢地记住 这个四世真相 啊 这要是不识 佛陀的慈悲 我们怎么会知道 啊 这是宇宙的奥秘 知道了要会用啊 那你真正得佛法的利益 你看 不用善悟 六道没有了 不用分别 不用人进 十发节没有了 啊 让我们在这一圣诞中 回归自信 这样 回归一阵法节 祝佛如来的时报 专业度 啊 这个是 人人可以做得到 这个是真的 其他的 全是假的 我们今天用什么方法来做 这个方法妙诀了 圣方一切祝福 成佛方法 第一奇妙的 就是念佛 所以海鲜老河山全人念佛 念佛要紧 念佛重要 其他的 全都是假的 啊 假的 就应该放下 彻底放下 放得干干净净 一尘不染 啊 全放下了 正放下了 啊 正放下 对人 肯定 像菩萨 像阿罗汉一样 啊 能够做到 为人相处的 施装死 感谢恩人 原谅仇人 帮助苦人 救济穷人 调腹狂人 祈祈祝 祈祝日人 感化我人 鼓励善人 调腹烂人 心觉迷人 是 摄塔子 那 你自自然然 会做到 这下休息